中文字幕 李宗盛 聽過很多在一點結合社群組 人們說 你找個人來修理水喉 或是修理電器 可能要等兩個星期才有人來 還要收費很貴 我會想自己在這方面 起碼懂得懂一點 如果是簡單的事可以自己處理 那就更加好 主要看到教育 尤其這幾年小朋友出生 開始想到他將來在香港要受的教育 其實我們都過千人讀過 例如說星期六日的全日班 一天大約有二十多至三十人 就逢星期六日都爆發 因為現在我們九月都爆發了 因為移民的人數真的很多 我們都沒有想像到原來這麼誇張 因為家人都多 我家人都打算一起回加拿大 我聽說那邊剪透白都很貴 如果每個小朋友都可以給我剪的話 大家就省一些 不知道能否賺到錢 不過起碼能幫到身邊的人 如果有時間的話 做義工 叫人來剪頭髮也沒問題